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没有分享啊 你这一生分享到多少 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一直挖别人的来飞机 一种一直挖出自己的来供应别人 你是哪种人 只有两种人 我再讲一次 一直把别人身上挖过来 一直抢 一直挣 一直挖 永远不羞耻 永远不满足 永无仔细的贪婪 把别人都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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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自己的 另外一种保持于生命中的所有的 时间 金钱 恩赐 财干 机会 年纪 健康 一直分给别人 一直分 分了以后怎么样呢 上帝没有亏待人 感谢上帝 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你们两个礼拜前做一个见证 我不但咳嗽好了 我的肝病也好 感谢上帝 这个有一些医生不莫名其妙的 二十年以后 肝应当硬化 这个的福建话 或者台湾话 不是叫做拟瓜 叫做擦瓜 这个叫做木材杆 擦瓜 擦瓜的反面是瓜茶 所以呢 材杆的反面是棺材 所以一个人到了木头肝的时候 肝硬化的时候 就是离开棺材不远 再感谢上帝 我好像不知道是病人 好像不知道自己有肝病 总是当做平常一样讲一样做 结果呢 好啦 感谢什么 感谢上帝 为什么 因为分享的人是丰盛的人 你分享嘛 你把自己交给别人嘛 你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嘛 你的才干 你的恩赐 你的时间 你的健康 你的年乐 你的一切 是为你自己吗